头上也是医疗纠纷 来看看新兴王子严永恒 他在96年时 一度因为急性心经炎 住院最后才在医院慢慢调养 之后呢 才逐渐的恢复健康 只是现在却有不肖业者 就是看中这点 领着新兴王子的名号 到医院贩售保健食品 CoQ10 直到有病患打电话 来向新兴王子询问时 他才知道自己被冒用了 当然是非常生气 不知道什么药厂的业务吧 就跟他讲说 我生病的那段时间 是吃了这个才好的 越讲越生气 原来接到病患询问 新兴王子严永恒才知道自己 疑似被不肖业者冒用 在医院里贩售 CoQ10保健品 让他很不能接受 听到这个去我也很生气 我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人家家属抱着 任何一失希望 结果你们利用人家的希望 就要断人家深入 因为那种东西很糟糕 新兴王子表示 CoQ10是属于油性保健品 心肌患者根本不能食用 加上分子大也不能注射 当时因为急性心肌炎住院时 也是完全依照医生处方 调养身体 不过在网络上搜寻 关键制 CoQ10果然立刻跑出 一堆商品 但新兴王子表示 一般市价大约300到1000元 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 业者却以一天份量 2000元贩售 实在很恶劣 新兴王子第一时间 跳出来澄清 强调自己没带盐也没吃过 就怕再有民众受骗上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世宇 台北采放报道